大家好,歡迎回來,《軍公開密》 這一節我們又跟陳博士說說最近時事的問題 講到俄羅斯的太空科技 俄羅斯的太空科技當然一直在前蘇聯和美國的冷戰時期咬得很緊 但最近美國那邊發出了一個報告 包括他們的安全委員會和眾議院那邊的軍事委員會 也發出了一個警告 俄羅斯現在的天璣反衛星的能力 已經是逐步提升到一個威脅到美國的地步 那怎樣威脅呢? 講到他們在外太空可以將美國的衛星的武器 即是衛星將它消滅 甚至是在計劃部署的一種核武 可以放到上天璣的位置去攻擊 將美國一次過大部分的衛星都可以消滅 當然聽下去就相當之駭人聽聞 不過聽到美國那邊的聲音說暫時都沒有能力到處 都是計劃而已 開發這種的產品 但是為什麼又會這麼早就已經洩漏出來呢? 那這件事會不會是危言聳聽? 還是說其實這些核武的東西 擺到上去地球甚至乎太空呢? 是不是真是一個很大的威懾 令到人類真的會有一個我們叫MAD 真是全世界攬炒的情況出現呢? 這個我們今天都和陳博士討論一下 首先這個危機是什麼? 它本身的威脅會去到哪裡? 還有最重要的是這種武器的發展 是不是相當令人擔憂呢? 好 大家記得給like 還有免費訂閱包括科學生姿 還有我們軍武老父在你一邊 好 我們和陳博士討論一下 陳博士你好 是啊 Larry好 大家好 是啊 今天又要講到這些世界危機了 最近美國爆出來說 俄羅斯那邊在發展一種武器 尤其是核武 可以作為一個反衛星的武器 ASAT這件事 反衛星武器我們聽到很多 包括我們說到中國、美國、俄羅斯 甚至乎印度 都有反衛星的能力 老實說 大家都試過測試過用一些飛彈 去打擊一些近軌道的衛星 不過不同的地方 就是有些國家先進一些 打完碎片會掉下來的 有些國家打得沒那麼先進 打到碎片就到處飛了 這個是其中一個問題 但是現在看到那個部署上面 其實大家都很擔心 陳博士就是說 如果將那些核武器放到上太空 會不會對我們人類的威脅很大呢? 甚至乎我們全世界都攬炒呢? 其實他這次呢 講到那個核武器那個部署 就是攻擊太空衛星的武器 其實又真的對我們日常生活的人 來講那個威脅真的這麼大呢? 那這裡又要想一下 不知道大家 如果是有差不多一年多 可能都聽過那些星球大戰 那些這樣的計劃 不只是說一個電影 是說如果80年代 美國還是列根總統的時代 講的那些星球大戰計劃 那很容易就想到 哇 是不是將那些這樣的核武器 擺到上太空 然後隨時就掉幾顆下來地球呢? 那這個其實是其中一種的版本 我們最容易想到的一個 就是未來走向人類走向末日的其中 可能經過一個階段就是會打一場這樣的仗 但是呢 我覺得呢 更加實際就是留意一下 現在今時今日在我們身邊發生的事呢 似乎就是說呢 那種牽涉到太空層面的競爭 甚至乎戰爭的這種形式呢 不是一定只是在其中一個 我們想到好像那些小說科幻層面這樣出現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就是說呢 這個新一輪那種叫做太空的那種攻防 甚至乎就是那種準備 在太空層面出現一個熱戰的這件事呢 就是有跡可尋的 那所以我覺得呢 就很值得呢 就借著美國去公佈一些的報告啊 還有是無論中國還是俄羅斯都比較多 在太空方面的動作的時候呢 就將這個主題去跟大家介紹一下 嗯 是啊 那因為呢 大家我相信都很關心的 那就是剛才說到啦 就是你說會不會用到核彈 就是放在太空打擊我們 其實這個技術呢 很老實就是現在的洲際彈道導彈就是這樣了 不過你說預先放上大空 這樣就它放下來的時間會短很多 那個空中預警的時間會少很多 這個都不可以說無 但是呢 當然中間的難度會很高啦 我們講到 就是你運載到上去 然後處處於發射很多 那個command chain那裡呢 那也是一個很複雜的 一個條件的科技 那麼俄羅斯Hermando島呢 這個都是後話的 因為這個呢 都是很複雜很複雜的知識來的 不過如果我們講回這次呢 陳博士 就是它用這個地面的飛彈系統 將它部署核武打擊到上去 就是作為一個反衛星武器 和一般的反衛星武器呢 其實那個差別是哪裡呢 和究竟 那麼大費周將它做 是不是就是一個很大的優勢可以做出來呢 一個很巨大的破壞力可以做出來呢 其實這一集又不是講 有什麼新型的武器去特別打衛星的 其實大家就要去想一下呢 就是分析一下 以後聽到這些叫打擊衛星的這些東西的時候呢 其實背地裡是靠什麼的技術去支撐的 就是剛才你Larry一直有強調到 背後那些技術很複雜很複雜 其實往往我們現在就需要了解背後有些什麼這麼複雜的東西 令到它能夠擁有一種這樣的能力 首先我講第一個我自己的看法先 就是你要懂得打衛星之前 你起碼要懂得放衛星先 那我覺得這個大家可能覺得有些是廢話的 但是不止 你放衛星的意思就是 你將你一件東西放進它的軌道那裡 那就是說你大約 可能最開始你只要求它不掉下來就算了 總之就在一個環繞著地球的軌道上面 向著某一個方向走 就不要走偏差了 或者就算走偏差了 都在我們預期之內 就在大氣層那裡慢慢掉下來消毀 那這個就是第一步 那然後就是呢 你可以在各個不同的方向 將你的衛星放在不同的軌道那裡 有高有低 然後方向有些不同 那譬如你好像做到GPS那樣 那你會發覺 那些二十幾粒的GPS衛星 它們圍繞的方向是各有不同的 千變萬化的 幾個方向都有 有些還要放近一點、遠一點 那就是說你去投放一些東西 在不同軌道那種變化能力 那種變化能力 就在另一個階段 然後就怎樣呢? 你是可以建立太空站 建立太空站難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你不是單止放一塊更加重的東西上去的 然後太空站呢? 你不止去一次的 你是擺了一塊之後 即是開頭可能第一期的話 你只擺了一塊東西 但是慢慢你建一些複雜的太空站 你就要放第二顆東西上去追 第一顆東西 然後將東西組成 然後將它黏在一起 所以不要小看這些 起太空站的技術 起太空站的技術 其中一個 尤其是組合式的太空站 就是其實你要懂得追蹤 原本你上面已經放了上去的東西 那個東西我不管是衛星好 還是真的太空站好 我懂得放第二顆東西上去追回去 靠近它 接近它 是不是? 當然 如果你能夠有能力去靠近你想要靠近的 那個目標物 你放東西上去建東西 那就建大一點的太空站了 你放一個武器在它旁邊 扔它 爆它 就是攻擊它 炸掉它 所以其實你看回俄羅斯它有能力去 現在去叫板這件事 甚至乎中國也是 有能力去叫板這件事 往往就體現 它本身已經發展了它的火箭技術 導彈技術 還有人造衛星技術 再加上太空站技術 再加上太空上面的座標定位技術 還有再加上地面的溝通技術 可能還有配套一樣 就是它們的那些資訊加密的技術等等 整套東西放在一起 還有背後講漏了就是它們的運算那個能力 幾樣東西加在一起 就裝備到這一塊這樣的東西 所以它就 我們講的 這次不是要講一件的武器 什麼特別什麼新發明的那些東西 而是它整套東西 怎樣去形成了一個太空的威脅力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說 美國在今年這個2024年1月底出的那個報告 其實在那個世界新聞有一些的迴響 那譬如Larry你提到就是說 他們自己在國會裡都提到俄羅斯的威脅 會攻擊到美國的衛星 但是如果在1月底的那個新聞呢 其實在這個應該在這裡講的是 就是National Space Intelligence Center 還有那個 The National Air and Space Intelligence Center 兩個這樣的機構 是合作去發表了一份報告 應該一份報告都是拿來給美國的政客看的了 它的主題就叫做Competing in Space 那這份報告呢 我們在本地的看國際新聞沒有什麼太留意的 但是在什麼途徑之下 令到我們會不小心留意了呢 就是去觸動到中國外交部的神經 直接中國外交部是故意找那個記者會裡面 去反駁這份報告的內容的 他裡面提到 就是Larry你也有看到了 就是圖文並茂地號 彩色的這樣去表達了 就是美國那方面怎樣辨認了 來自幾個不同國家 在太空裡面給的威脅 他特別就highlight了中國和俄羅斯 他們裡面擁有的技術 而且還要說的就是說 中國和俄羅斯在2022年的年底 已經簽署了一個五年的合作夥伴計劃 是令到他們在那個太空上面 形成一個這麼大的震懾力 那當然了 你說如果問 站在中國的立場來說 譬如我們這些和平的研發用途來的 你幹嘛要說我 將我妖魔化 然後說我是你的敵人呢 這樣 所以那時候就在一月底的時候 就突然之間 就是中國的外交部那裡的記者會 都特意在這裡說的就是說 美國這個指控就毫無根據等等等等 但是大家如果稍微明白那些技術層面的時候 你就知道的了 你有一個和平用途的本事的時候 稍微把它扭一點點 它已經可以是一個非和平用途的東西 其實你發覺那些GPS 或者北斗定位技術 還是你建一個太空實驗室 一個這樣的天宮幾多號的那些太空站 甚至乎是你要發射一些衛星什麼都好 你可以數到一系列這些和平科學的用途 但是同時間也都真是很實在地 對於各個國家也是 它有這樣的能力 也都代表著它有一定程度去 叫做攻擊其他人的能力 剛才Larry你提到了印度 印度它體現在哪裡呢? 原來印度有搞它那一隻 叫做穿梭飛機 太空穿梭飛機 那個版本就是用一支火箭 上面插一支好像穿梭機仔的東西 然後它又會上到去 在上面可以進入不同的軌道 去找不同的東西 然後就可以好像一架飛機 一架穿梭機一樣 從太空到滑下來的樣子 那麼印度有能力去發射一些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也都代表著它有一定程度去追蹤 用其他在太空上面飛行物的一些的能力 所以在這裡這樣說 你很容易去歸納到 有什麼國家是已經有能力參與這個太空的軍事競賽 是的 所以這個都給大家側面看到 就是除了一些反衛星武器之外 其實現在太空戰我覺得應該成為了各國 就是暗瓦底競爭的那個位置 就是大家以往就講的空戰制空權 現在那個制空權要上去制太空權 就是最高最高的位置下來 所以為什麼美國太空軍的誕生呢 就是給大家做了 就是因為他們很清楚的了 現在世界各國他們那個資訊戰 科技戰 其實去到最後呢 他們要拿到那個最大的制高點 就是太空 包括衛星啊 就是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實現在都需要精準啦 這些東西都需要制度啦 就是怎樣去攻擊啊 怎樣去通訊啊 加密啊那些東西 那所以全部呢 都要保護到他們的外面那個frontier就是太空啦 還有這次呢 就是俄羅斯玩到這麼困難呢 其實又衍生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說到太空呢 就是非武裝化的那個問題 當然這個在六七十年代的那個條約呢 就是太空呢 就不可以作為一個武器化的一個條件 大家很多國家都知道這些條約 那現在這些條約呢 我相信大家都不是很理的了 包括俄羅斯不會怎麼理啦 美國看到你不理的話 那我當然不會理啦 那中國呢 新崛起的又不受怎樣的限制呢 那會不會 其實真的呢 由太空戰呢 很快就在那個科學層面都看得到呢 很快速或者甚至乎是一個 那個吹化劑令到世界爆大件的情況呢 就是這樣呢 俄羅斯 在這裡這麼說啦 千萬不要有個盲點認為呢 將武器擺在太空 然後那個武器扔下來地球 才叫做真正的戰爭 就是不要以為真的有個武器 爆在你面前才叫做有個戰爭出現了 其實呢 可能根本上你未來的太空戰爭 你不是看到有人擺了一件武器上太空 然後從太空倒下來地面打人 未必是這樣發生的 更加大的情況就是在太空對太空之間 比如說是由美國那邊那組的衛星 和這個俄羅斯中國的聯合出來的 那堆這樣的太空的裝備 在太空層面上面已經是在擊戰著 裡面為什麼會提到用到核武這個字呢 其實我想我也想找一集是分開地去說的 不知道Larry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想好遙距地去叫做 鎮爛了破壞了那些這樣的 衛星的那些電子儀器 其實最好用什麼的方法呢? 哇 都很多 就是在太空上面呢 例如說可以用一些化學武器 電子武器 雷射武器 但是你講到震難呢 其中一個我們想到可能用一些音波啊 就是那些 我們經常都說可能是 但是太空很難的嘛 所以你說其中想不到呢 用那些pulse 即是那些默充的攻擊 其實是的 其實最重要是電磁波的默充 是 這個反而是最便宜 最快的 因為太空那裡沒有大氣阻擋的嘛 然後呢 你能夠就是用電磁波的訊號去震爛它 就是我用的 用那個震字你就以為好像用音波 但是其實你裡面是一個電磁波的震動 用一個電磁波的震動 去令到它裡面是 叫做燒了它的Electronics 如果這樣說的話 就比較合乎大家的理解多一點 其實就是最便宜的方法就是 你很少可真是放一個炸彈上去炸爛那件事的 其實真正正的 要不就是了 要不激光離遠去燒爛它 要不就用電磁波 也都可以離遠地去叫做燒了它的Electronics 而你要做到這些可以產生大型的電磁波 去燒爛一些東西 最便宜的方法就是用核彈的 用這個核能的方法 那你的劑量不用說很大很多的 那你稍微的距離只需要夠近 你放得去夠近 不需要真的碰到它 在旁邊的震動 放一放有個電磁波充 它已經就會失靈了 那更何況就是太空衛星的東西是很靈敏的 因為越靈敏的東西 你就越容易是破壞它的 那在這裡就是其中一種 所以就說為什麼會想到聯想 令人容易聯想到核武器呢 那但是其實就是我想 例如這些仔細的東西我就找第二集才說 就是這些有沒有一些不需要用到核能的方法 來產生一個電磁波充的這些武器存不存在的呢 有的 那就用一些傳統的方法是有的 那我們可以找另外一個節目 可能找機會再跟大家介紹多些 那所以更加多的戰鬥就會發生在 在太空對太空之間 怎樣去鬥放電磁波充 互相攻擊去鬥破壞 鬥癱瘓大家的那個系統 因為一癱瘓了這個 你要裸制太空權的意思就是 癱瘓了對方的衛星系統 令到它不能再用太空來幫你做定位 導向 那甚至乎 令到你沒有能力控制到 令到你原本有些東西擺在太空 你都沒有能力令到它控制可以下來 這樣 就是其實那個的戰鬥更加多在這裡出現 那很多時候這些戰鬥呢 就不見血的 就不會有人在上面開支槍在那裡射來射去的 就是這些機械對機械之間的一種戰鬥來的 其實這樣可能是會更加 就是叫做更加早 更加明顯地 更加大機會地在我們未來發生 嗯 那當然了 就是希望這些就在我們的將來不會發生這些事情 那這樣 還有呢 如果你說美國都看到一件這樣的事情發生 有沒有辦法可以做了一個威懾 預防的措施 預先將這些無效化的情況 那這個也是重要的 還有呢 始終無核化呢 就是地球的領土上面就很難 但是都希望太空上面的無核化 都做得到 那你說將那個太空呢 武器化呢 似乎都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但是如果呢 每次都要去到呢 就是去到最高的核武化呢 那整件事當然對我們來說都不是最好啦 那希望呢 就是當政者都可以有所勁的啦 是啊 那我會這樣說 就是看完這 就是今年一開始就已經出現了 中、美、俄這三國 就是關於這些太空競賽的這些消息呢 就是我甚至乎會提到 就是當他們用到一個軍事機構 就是講太空軍的層面 來去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就是我會說2024年是一個 就是我不知道有沒有朋友都很相信這些 這個運程來的 我就會覺得真是一個叫做 太空軍事競賽 就是正式宣戰 公開浮面化宣戰的一個第一年來的 當然以前我們很多太空上面層面的競賽 我們都提過 但是這次已經叫做正式宣佈了 誰是敵人 誰跟誰現在要合流 是已經出現著 而我們也都很容易看到 這種太空競賽先前需要的那些技術條件 已經全部成熟了 真是好像只等大家是成立一個太空軍 然後再宣佈現在誰是敵人 誰不是 似乎就已經出現了這樣的局面了 所以就說陣營的誕生一出現 就世界大戰很多時候 都是那些攝影機和攝影機之間的鬥爭 所以就我們大家只要看著 好啊 這一節就來到這裡了 好像陳博士說的 其實要做到剛才我們說的在太空 做到電池密充的攻擊 不一定要用核武的 什麼形式我們可以做呢 如果大家也有興趣想知道更加多的話 記得在留言那裡打個加一 我們有時間的時候就跟陳博士 去講一下那個原理是什麼 還有那個情況又可以做到什麼效果 好嗎? 這個是我們之後的節目 大家有興趣記得在下面留言打加一 我們就會準備回給大家的 好 今天這一節的軍公開物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和大家再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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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